哇 哇 咱们今天带了两位朋友 然后想来学习这个冲浪体验一下 听说你有画幅有没有神奇 一节课就能让他们站起来 小事情 那我们一会儿的话就是跟跟着你学习一下这个冲浪 咱们现在买了保险去换那个衣服 哎呦 这衣服实在穿不上了 这次完了之后下次我一定要减肥了 哈哈哈哈 啊 衣服要衬坏了 这难把大肚子称了 看看校长和副校长 哎呀 哎呀 这样可以啊 拿不动了 拿不动了 哇 教练这衣服是不是对我来说太勉强了 啊 完了断了 啊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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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这样得裴纹个半圈了 哈哈哈哈 兄弟们这第二套衣服了 这整个店最大的了 这不能再给它崩坏了 崩坏了 能够给干我 我身高1米92 体重210了兄弟们 这个视频完事之后呢 我就要开始减肥了 再不减肥的话 以后在这个圈很难混下去了 看个照 兄弟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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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今天上午在那个 二米尔庄园那边吃了个饭啊 今天下午过来休休食 带他们来体验一下这个冲浪运动 就在那个淋水的香水湾啊 这边大家都可以看到啊 浪是非常多的 就是每天下午基本上在这冲浪还是非常爽的 今天有专门的这个教练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他是这边冲浪第一人啊 介绍一下兄弟 这是文哥啊 哈喽喽喽 冲浪对我来说呢 就是小赛一点 今天有两位外国友人 能不能一节课教会 不用三刀浪就可以 站起来细细收拾了 哈哈哈哈 三刀浪 谢谢兄弟们 我们顺目以待 第一步先坐着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欢迎大家来到阿武特曼介绍部 这个理论话 由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吧 那个其实我们冲浪有 三种板 一种是讲板 还有长板 它有这种板的一半 长叫短板 那我们就用长板 长板呢对每个人来说呢 他就比较轻松的 就站起来 现在别动 好 来来来来来 OK 先把这个脚弹起来 这个屁股 弹起来是吧 然后 起来 把手给我 这边上 多好 谢谢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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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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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太多了 今天我们不是来学错了 今天我们是来杂桃牌的 我们是来杂桃牌的 有意思 文哥 一次移民就进中就会进回 你要是能把这阿富汗两个学徒教好了 我跟你说全国各地没你教不好的人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边都笑死了 哈哈 OK 起来 太慢了太慢了不行了 太慢了 太慢了不行了 这里啊哥求你了 现在教练都开始说波斯语了 哈哈哈哈 好他们先起来 教到我都有点打瞌睡了 教练现在满头大汗啊 中国冲浪第一人 今天这个招牌可能都要被砸 教练刚才那个他们冲浪没教会啊 就是你那个波斯语都快学会了 那个一二三起咋说 一二三 哈哈哈哈 方哥现在已经在这无聊的开始堆城堡了 等我把这个城堡堆好了 他们估计就学会了啊 睡醒了 睡醒了 他们还没学会 兄弟们有点难搞啊 哈哈 鸭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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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我也会说波斯语了 鸭肚子鸭肚子 鸭肚子 现在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了 这真的难啊 这真的难啊 哈哈哈 还没等冲就熬上了 哈哈 哈哈哈 完了 现在是郑校长 Dani 教练手把手教他啊 哎哎 咱们镜头转向副校长啊 哎哎哎 快一点 哎呀 副校长成功了 好了 正要转也成功了 玩活啊兄弟吧 这就体验成功 哇 三秒男人 他俩刚开始的话有点笨 学了很多次 然后落水七八次了 终于学会了 现在能站起来了 但是如果他们要滑得好的话 至少还要再学个一两天就学会了 一两天 一两天对 因为他们本身语言这方面不足那个啥嘛 对吧 他已经能站起来三秒已经很厉害了 站起来三秒喊一小时 对 兄弟们在看啊 他们又要要滑了 兄弟们又要滑了啊 他一次比一次滑得好啊 哈哈 学会了啊 我们两个学会了 我们可以休息了 看那个胡帅 没学会了 他今天还要抱在海里面 好兄弟了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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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交会了 这样电不用砸了啊 不用砸电了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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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拉 加油 阿斯拉 来 我会再打手 不要打手 不要打手 你把他打手 要好好谢谢教练教练今天教你们 谢谢 非常好 我们在这儿的后面 你们很远 今天终于把这个冲浪学会了 感谢阿文教练啊 兄弟们 你们很厉害了 你们很厉害了 我们准备回酒店了啊 两个校长还是要跟教练来个合影啊 非常感谢他今天教他们学会了冲浪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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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阿文啊 好 下次有机会再来冲浪 你下次再有机会过来吧 好吧 这位是老板娘 然后知道他们是从阿发过来的 我觉得这个 客人过来他很高兴 然后他请他们吃这个饭 怎么给老板都不愿意 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三样 找到了一家很好的餐厅 这餐厅的环境非常的不错 都是宁夏那边的特色菜啊 到这个点了肚子也饿了啊 来坐吧 一会下午我们吃完饭去冲浪 咱们点一个手丝牦牛肉 牛腱也要 这个都是清蒸的美食 爽口丝瓜 来一个 青椒皮蛋也来一个 烤羊排来一份 烤玄鸡来一个 精品手抓羊肉来一份 帮我看看有什么素菜可以多 这个罗马生菜也挺好的 可以来个罗马生菜 点一个汤吧 丸子汤 这个是宁夏的八宝茶 咱们这边有专人给你们泡一下 红枣 枸杞 宁夏那边的枸杞啊 对 又大又糊 这个是中国的宁夏八宝茶 八宝蒂 那也叫盖碗茶 叫盖碗茶 对盖碗茶 因为有个人就这么刮着喝吗 嗯 这个茶很漂亮啊 一人拿一杯 一人拿一杯 这个刮一下 会烫到手的 要怎么抓 这样子抓是吧 对 没有容易烫到手 这样子刮 这样子刮 好 富汗的 你好你好 你不要敢紧张来看 就这么随意来 你不抓看 随意的拿是吧 随意的 不碰手 我试试 鸡的 美丽的茶 美丽的 这个是特色的茶 也是 你们经常喝的那种 这是西北的手抓羊肉啊 皮蛋啊 你最爱 多吃点 吃完了下午我们要去冲烂 不然没有体力冲烂了 来 我们试开 这有那个手套 拿这个肉的 吃个羊排啊 来 谢谢 小轮搞个肥了啊 攒点辣椒 谢谢 尝一尝看看这个餐厅 肉弄的怎样 味道刚好 这个是素菜 还有这个 牛腱子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没关系多吃点 这有辣椒 嗯 再来这碗子汤 这个是肉丸子汤 来 今天这个好啊 你也说汗 嗯 这是我们的主食 馒头 一人拿一个 这不是你拿 这是馒头 吃超好吃 非常不错啊 皮蛋 之前你在粉丝家里面吃过 皮蛋 哎呀 校长的筷子用得好啊 嗯 嗯 好吃 嗯 非常好吃 这么多外国人里面啊 就这个校长他吃 他最喜欢吃这个中国的皮蛋啊 还喜欢这个按摩啊 这个菜是叫宁夏的那个手抓羊肉 宁夏手抓羊肉 来个腿 嗯 哈哈哈 非常好 非常好 等你回国的时候我跟你买点 这个是烤羊排 烤羊排 这个是鸡 鸡 分量确实大了 大啊 这么大一只鸡 我以为是小鸡 哇 这鸡够大啊 四伯爷多请介绍一下 这客人给你们吃鸡腿 来 哦 这大鸡腿门长鸡 这还有那个小抓羊肉 今天必须得安排到位 我的 我的 Rice 很好 很好 很好啊 这个是送的 送的一个水果 这就是不说已经客人已经知道 你们是在我们心目中是最尊贵的客人 没有手抓羊肉有没有这个 就是感觉对客人不是那么 在你心目中的 对啊 好吃吗 这位是老板娘 然后知道他们是从阿发过来的 然后觉得这个 特别高兴 就是客人过来他很高兴 然后他请他们吃这个饭 怎么给老板都不愿意 就是我们特别高兴 你看这样进来 要不这样子 明天我们再来你这里 再吃一顿 好好好 明天你过来如何你都得说 好好好 说说背都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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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过来我们特别开心 真的很欢迎 特别高兴 谢谢 我们来三亚这么多天了 但他们去了吃了很多东西 他们来着 这个二米尔庄园这边 反正吃他们这个食物 我都觉得特别棒 就是阿富汗的朋友们过来了 我们不要闪 吃的住宿 你小孩你好 这有种我们最开心的 只要你们开心了 我们又是最 那我们太开心了 哈哈哈哈 东北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你们看你们看 张凯寺到台湾的那边 对啊 到冰雪大世界了 哇太美了 非常美丽 非常美丽 早上还在三亚啊 今天到了晚上的话 就是冰天雪地了啊 一进来先拍照啊 赶紧多拍两张 这是从来没见过的景象啊 哦 巴罗西亚哈 哈哈哈哈 巴罗西亚哈 哈哈哈哈 要用舌头前下 哈哈哈哈 兄弟们 今天我们从海南三亚啊 飞到了阿尔滨 哈哈哈哈 冰雪王国 现在这个地方呢 叫冰雪大世界啊 第一次带他们来 冰雪大世界这边看一下 一夜 上次我看了 起来他们不离开 这都不离开 很漂亮吧 我看你 上次 阿尔滨 在这里 很漂亮吧 嘿嘿 很漂亮啊 但是你上次进去 那里面 跟阿尔滨 在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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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精彩的 还有在里面 走咱们进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全是冰啊 非常滑 风格一上来 就一直不如自己的情感了 八牛米 这里有个城堡 他们俩要进去看错 这日还冷啊 要是下点雪 就没那么冷了 这不下雪 干冷干冷的 休息吧 来看校长俩 还是挺兴奋的 来这个地方有滑梯啊 咱们去滑一下 화 我们滑 来了 глаза 兄弟们坐下 怎么不动啊 是什么滑梯 不动 呜呜 呜呜啊 呜呜呜,呜呜呜呜 你们在干什么 永度吗 这有个冰天雪地的钢琴家 要来跟钢琴家拍个视频吧 兄弟们 你也没 买个冰囊葫芦 就说老板这一身大花 必须得支持一下 这草莓整个冻得这么硬 草莓咬不动 东北的冰葫芦是硬的 牙都崩坏了 让我去 咱俩在那儿 吃不了冻就走 好 带他们两个人来敲个钟 敲个钟就结束今天这个冰雪大世界 我说冻的脸真疼 真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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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今天两位校长玩的都很长时间了 脸都冻到通红了 这一段时间我们继续过去 我们也有另一种感觉 我们有很多感觉 好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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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旅行 您oshop 您用摇抖 你这个衣沙 这个衣沙 有一种特色 我 非常非常 某 我们上房 前面 有一 viendo 我在 我看这包你的衣服 兄弟们看 这连司机都是大花 一车的花 没事我们就是来学校里面参观一下 不会被抓走放心 兄弟们我们现在来到了东北哈尔滨 今天一粉丝要求带两位校长 来参观一个特牛班的一个大学 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拥有核打击能力的高校 也是第一所在学校里面发射卫星 咱们现在带两个校长参观一下 哎呦我去 鸡哥这个应该是东风弹头是吧 哇天呐 这个太牛班了兄弟 这个是全国啊 就是唯一一个能在学校里面发射卫星 并且把这个卫星送上月球轨道的大学啊 据说发了十几个卫星吧 已经发了十几个了是吧 哇太牛逼了 这简直就是每个理工男的这个梦想之地啊 先这么看一下啊 东风二弹道导弹 在他们那儿好好参观一下吧 1964年吃飞成功 咱们后面的这颗东风二的弹头啊 在1964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哇哦 咱们现在再去看一下那个发射卫星的回收层 这不是人在这学校 没事我们就是来学校里面参观一下 不会被抓走放心 这个学校的专业就是这个 这个后面发射的这个CJ-1号 这个是1970年4月20号发射的 你得让你的孩子以后来中国留学 来这里好好学习 这边有介绍啊 长征1号 1970年4月24号 把东方红1号成功送入微信轨道 拍个照吧 三 二 比个夜啊 三 二 一 烟火 咱们再去参观一下这个航空舱啊 鸡哥那个小球叫啥 别动 这个有点像那个星际里面那个球啊 不算 这个是航天员 就是他们飞到天上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在这个球里面 咱们也进不去啊 就只能在外面参观 天呐这学校太牛掰了啊 这些都是俄罗斯资源号返卫舱的一些配件啊 中国哈尔滨公园大学 哎呦我去 这是啥 航天员练平衡的啊 这玩意儿 走我们去学校里面参观一下 看有什么更牛掰的东西 中国航天 先去航天馆参观一下 他们现在在登记那个护照 登记好了 然后咱们可以进去 这个地方是外国人也可以来啊 然后咱们去参观一下 哎呦天呐 这锁店很多呀 这都是工程院的院士 哈哈哈 校长对这个东风导弹很感兴趣啊 哈哈哈 回头让你儿子来中国好好学习一下 哈哈哈 这都是非常牛逼的导弹 防空导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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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走吧 下一个地方去吧 这个你带不走的哈哈哈 这两位校长参观完航天馆了啊 咱们现在去看看这个学校 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 这边也有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暖囊啊 咱们也去看一下 这个挺有意思 大约再来养哈 再来养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啥 冰陀螺 冰陀螺 没有还是在学校里面 学校太大了 中国基本上好一点的学校都非常大 这里有一个管 这个大建筑就是用来洗澡的游泳 没有 这个太大了 我们现在才走了不到 四分之一 这个学校平时他们学生上课很多人都是坐那个公交车 我们还在学校里面还没有出去的 咱们这边到那个宿舍了 让他们猜猜这两个建筑是啥 来一两个 哈哈哈 这个也不是教室 这个也是学生宿舍 太气派了啊 我们来到了一个体育馆啊 有没有多好看的 咱们现在到这个食物房里面了 前是田地团 现在变成这个溜冰团了 这有教练在教小孩溜冰啊 这体育馆特别大 开启菜的 逛了一天了也累了 咱们现在再去这个学校吃一顿午餐 看看这个学校的伙食怎么样 哦 OK Let's go 这边学生宿舍他们都有那个卵囊连接啊 就是 非常保暖 特牛掰啊 咱们现在去餐厅 花了大概一百多块钱吧 可以点了这么大一桌 他们这边的东西也特别便宜 这是鸡肉 就是来这里学习的学生有全国各地的 所以说要根据他们的口味做不同的菜 小伙伴这个学校参观完了 饭也吃着了 我看来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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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我看来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我帮你拍一个东北大花 花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大花 帅气啊 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我带校长和副校长来到这个 滑雪场来东北了 一定要带他们滑个雪 体验一下这个雪上的项目啊 这边有一个车子 不知道谁的啊 去没看啊 跟他们这个衣服 特别搭配 这个新鸡 哈哈哈 我们现在换好了这个手牌了啊 然后去找一个教练是双版的一对三了 现在跟着教练去理装备 一千块钱的 对对对一千块钱的 一对四的啊 一对四对 一对四 我们现在在那个换鞋子 然后一会的话就要开始了 换好这个装备了啊 ok走吧 你会去领版 拿版 你会跟他调两盒 一样长的水 是水量 还有短 啊 等那头领版 好 领版 那往里脚一脚 我穿过的小子干哦 只能拿一对稿啊 教练这赶弯了 我搬一点没关系 这菜成一台来好吧 哎 咱们先简单 活动一下身体 避免一会有运动损伤啊 哎 就是运动 拿着拿着这个棍 好 这教练教的还是挺气息的啊 来来来 哇 这把再试一下 稳住啊 哎 哎 咱们要一会要学滑行啊 叫 最简单的叫做 黎氏滑行 这是个八字 这个呢 小哥哥做得很好 非常好啊 用里面那个刃 用你的小腿 立往前顶 顶住雪鞋前沿 对 漂亮 用这个杠 撑住就撑住就可以了啊 安全可以怎么做可以吗 我要用手去撑 再把手腕伤到啊 以来的时候就把水这样 撑 撑掉就可以了啊 无论咱就这么先 先找个小哥先舔一下 学会了 咱们再上去啊 好不好来吧 我也是第一次去滑雪 好费劲 吉哥 你怎么东北也不行啊 路过路过 股子绷紧身体微微前行 喂 真棒 他做得非常对的啊 准备走 慢慢抱 哎稳住身体微微向前行 一二三 刹车 哎 对了 进了进了啊 白尾平开 一二二二 哦 脚外大腿一定发力 别放松 要么关节就会受到水上 白尾分开很好 来分开 哎 身体就先偏了 一二三 一二三 分开 三二二 好 还好 一 分开 哎 哎 身体 让它往前挺 这两个校长 现在在这小坡上多练练吧啊 练不好不能上去 太危险了 上面都是很多小孩 哈哈哈 这一百次失败 我从风哥把这个篮子都干坏了 怎么样 没受伤吗 没受伤 哈哈哈哈 我也奉承雪场毁灭者 哦 会改弯的 哦 成功了 然后来看看副校长啊 学的怎么样 全凭姿势沟通啊 也不知道校长能不能听懂 挺住 一二三 嘿对对对 ok yes ok 可以了 就上就行了 摔两下就会了 他俩是教练杀手 从海南刷到东北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咱们直接上大坡吧 哎呀 兄弟们 好了一下午了 我协会了 看看他俩那个 效果中文 来了哦 啊 哥的 再来个再来个 啊 会了 快点快点快点 哈哈 come on come o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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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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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花 啊 啊 啊 哈哈哈 来我们一起去 到前面玩个刺激一点呢 咱们这个去下面一起划下来 慢一点啊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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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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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那犯有人来吃饭点 然后反个背话 反罢把话 来来来 现在我声剧这条街 就是那个南方小土豆大本营啊 看看东北的水果全部冻叶了 兄弟 大红灵我们都穿着实帅啊 东北特色就是帅 老板你嘴正甜 咱们轴挥你去生意啊 好嘞三个 好了三个考虑来 自嘴好高啊 你得有一米九发 这是个南方大冲 南方 今天住就在第一个店 咱们现在已经花了100块钱了 咱们今天的活动经费是500 他们是咱们中国的吗 这是这两万国人 你猜哪个国家 越南 不不不他们不是越南人 他们是那个什么 很接近了很接近了 我的知识点不行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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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欢迎来到 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哎 男人鬼 买过得分 上一个点 哎 校长 这有这有个人穿衣服跟你一样 这有个美女 穿衣服跟你一样 动的不行了 我感觉耳朵快结冰了 这个得戴耳罩 耳罩呢 不知道在车上没事 哇 躺不住哈尔滨的寒冷啊 耳朵动的快受不行了 那个老板好像穿的那个衣服 和他们一样 那必须得照顾一下 没事 不用不用不用 那我给他吃了 给他吃了 他要不给 不不不不快快点 阿方有人来吃饭姐家有咋够 三个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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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三个八卦 再给念一下 你别让念 哈哈哈 高15个 我就高10了 这老板娘有格局啊 小孩可以来前面买 照顾一下子 必须的 他俩两个饭 他俩很肉 吃啊 羊汤吧 烧姐家姐送他来喝 在这在这来坐里边呢 快两碗羊汤 好 走不了了 大姐送给那个国外有人喝的 来坐下坐下来 好专业啊 买油炸糕送羊汤 大姐送的 咱们刚才买了这个油糕 现在老板娘请我们做这个羊汤 这边不让我们付钱 我们刚从这个大姐吃完啊 一人来了一碗羊汤 吃了油炸糕 20块钱一大盒没吃完啊 羊汤还要送我们 最后份额给了钱啊 咱们前面继续接着逛啊 看到有那个锅包肉 兄弟们 排队的美女太多了 咱们就不跟他们排队了 咱们就前面没排队的 东北饺子 哎呀这真大 这多少钱一个 你给我来两个牛肉 给我俩兄弟尝一下 这饺子够大兄弟们 鲜美豹汁 不再看看愣了 very good very good 哇 嗯 嗯 来给鸡哥鸡哥鸡哥 不要不要 我一会再吃不要给我 不烫不烫不烫直接吃 我这样子 没人过得 对对对对对 兄弟们带他们吃这个早市流水席啊 哈哈 这个是什么肉 猪肉他俩吃不了 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肉包饭 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 多少钱一个 兄弟们看啊 肉末 然后包那个米饭 煎的尝一下啊 有点像在吃那个什么鸡翅包饭一样 嗯 好吃 走 我第一码这火腿肠够大了 哈哈哈 哇 去 这个里 人肉很疲惫 快乐第一位 哪呢你不是 他阿富汗的 这个有牛肉的吗 没有牛肉的 红杂辣牛都只有 哦他俩人不能吃吃肉 哇气 白来的 白来东北的 哎呀我去 关东煮 咱们来个萝卜 最多钱 快点 我加到我自己这个 给你节省一个啊 关东煮大萝卜 来一个 肉饼来一个 8块钱啊 好嘞 那边有鸡翅啊 那边走 人好多 咱们可以吃 烧卖 咱们都鸡翅了 咱们吃完了 我们再继续接着走 牛肉 对青春的 都美这边青春饭店 都有这个烧卖 很饱 吃完了啊 继续逛 吃不下了 刚才吃完油炸糕 现在又来了一种烧卖 咱们现在吃了一半了 再接着吃 这里看到一个好东西啊 兄弟 阿姨这怎么卖 十五一斤 尝一个多少钱 十五一斤 尝一个多少钱 尝一个多少钱 尝一下他不要钱 来尝一个 咱们吃的三个少个两块钱吧 好吧 不要不要去 没事没事没事 好了好了 谢谢大家 现在逛下半场 现在逛下半场啊 嘴都冻瓢了 大馅馄饨 脱锅肉 他这个是猪肉的还是猪肉的 猪肉的 猪肉的尝不了啊 这个馄饨也是猪肉的尝不了啊 东北白来了啊 夹过 身为东北人 这个东西我都没吃过 刚才他们吃了那个烧卖了 我想吃个蛋饱 三个来三个 十二块钱啊 兄弟们 就是鸡蛋加那个肉对吧 有蛋有肉啊 有蛋有肉啊 什么肉 猪肉 那你们俩吃不了 来来来来 咱们那个助理助理们吃一个 这个蛋饱真爽 里面有那个鲜肉 还有鸡蛋 可惜他俩吃不了 年豆包 年豆包这多少钱 吃饭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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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吃饭一份 方白搭配啊 你看他说面 里边是豆子 非常好 非常好 哈哈哈 接着走 你们看东北的这个冰棍 直接放到那个 卧外卖的 连冰箱都不用 哈哈 咱们晚上逛到头了 好了兄弟们 今天我们的早食 逛完了 我们从早上的五点钟 然后吃到了现在当然 兄弟们看啊 现在是七点二十三 吃了两个小时 现在从那个街头走到这个店 全部该吃的都吃了啊 今天活动经费花了三百多块钱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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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兄弟们 那我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啊 兄弟们到上海了 今天安排这个上海欢乐虎 咱们两位向着从阿凡过来 还没有玩过那个游乐场 咱们今天来到上海啊 就是挑了一个最大的 咱们来 让他们好好玩一下 走吧 兄弟们我有十多年没有在国内 玩过这个游乐园了啊 我上一次去游乐园 还是十几年前 在那个草沙的世界之窗啊 他们俩说要来玩 因为阿凡那边没有大的 我之前在那边玩小的 我说今天来上海找一个 贼牛逼 贼专业的地方 来游乐园玩啊 一定要挑队十年 比如说今天啊 今天星期五啊 咱们城邦整个游乐园 到哪个不用排队 没人 三海 他们要玩这个 接下来游乐园玩第一个项目啊 碰碰车啊 就后面这个 不会接下来的行手啊 如果都比吃一样啊 好了朋友们我们现在 来到了这个沐山车啊 大家们去坐一下 哈哈哈 来玩个刺激 古墓游龙入口 咱们来玩一个刺激点了啊 这个你们在那边没有 咱们国内很多 好 跳车 最后面两个 这个在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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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来吧一般是带小孩来的 这两个是大小孩 咱们坐这个后面 后面的吗 12345678 冒险 衔 Gina ی 北洋 嬉 muy 大 有没有人造成冰了 啊 还没事吧 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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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没戴手机 戴手机肯定就没有了 要不上 我们是全包了 太恐怖了 哎呦 必要 太弱了 别安静了 别安静 哎哎哎 这个太大脑了 我看你 别安静了 这个速度确实快速了 兄弟们 看看啊 这个是刚刚照片 吓死我了啊 毛子吓直了 都啊 太恐怖了 拿走一张照片20块钱啊 咱付个钱吧 付个钱 这个拿个做经验 兄弟们 这速度太快了 你们感受一下啊 再去玩那个跳楼机啊 兄弟们 在不远处 出发之前还好好的 下来的时候就成这样了 兄弟们 这个是欢乐谷最刺激的一个项目 心脏不好的朋友 谨慎 选择啊 走 我们现在去玩那个跳楼机啊 跳楼 jump 兄弟们 这个有蹦吉啊 问问校长想不想玩啊 这个在很多国家都玩不了 在中国可以玩 你敢敢吃吧 谁啊 猛 猛 牛逼 你好 这有个外国有人想 跳那个蹦吉 不能开放了 哎呀 这个多扫兴 这设备现在在维护啊 玩不了了 咱们只能去找找其他的 他们俩要在那边拍张照片的啊 这什么风景都拍 中国哪里风景都好 走走走 原来他们喜欢这个 来 给你拍一个 这是古代的武侠片 哥哥哥 进来去 那边还有一个云霄飞车 我就不上去了 太可怕了 来 这两个 来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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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不用排队啊 太老了 不说什么 一定要工作室来这边玩啊 就不用排队 从哪里都别人 太多了 来 看这边玩了 这边玩一下 哎 这边老弟他们玩玩 玩玩 玩玩 玩等你们 全空的 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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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不要 我会冲 我会冲的 走 走 来来来就上 还差 还有位置 还有使用位置 来就上 这啥呀 别忘了解啊 这边刀动车 不然我们重量太重了 你到家了 对 把重量拟一下 不然重量太重了 来不停一下 先把那个重量 放在一起 不然要为翻车的 好 来 主要我二百多斤 加你也不轻啊 咱们招了不少游客过来 对 没人 随便坐 随便玩 关上的随便批 这是自转加公转 找不着人呢 看着小威力挺大 哎 哎 好 好 好 我给你们放大一下 哎 要哭了 哈哈 哈哈 什么了 从这个游乐场出街 路都走不直了 差点就干醋了 哈哈 哈哈 我打开了 我打开了 哈哈 里面有鬼子可以玩是吧 行 东西是台湾是外国人 他也不怕中国的鬼 哈哈 哈哈 哪个是鬼物啊 对了啊 也不像是吧 玩了过山车 玩了这个什么 偶吐鸡 现在还要玩这个鬼物 天呐 今天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在游乐场中 继续开了 哎呦 不行啊这个 哦 有疯哦 这个不行 哈哈 谢谢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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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一起冲 咱们一起冲 冲了冲 你怎么又想躲呢 你怎么每次都想躲 你这人真是的 哎呦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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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帅不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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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oh my god oh my god 都出来了 吓得都说英语了 哇操 走 别怕打击球 我在后面保护你 走走 哇 哈哈 哎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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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去玩别的吧 咱们再去玩别的吧 咱们再去玩别的 Sy are you okay? OK ready go 哈哈 Let's go 好 看着都行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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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哥 哈哈 哈哈 风哥带动了全场的气氛 回归大自然了感觉 玩错了 做错了 你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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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错了 三 二 一 兄弟们我们现在玩了几个项目了 然后由于今天这个下雨天啊 像荒乐谷有一些这个户外的项目 玩不了 比如说那个云霄飞车还有一些跳楼机 蹦极啊对吧 因为下雨天他玩不了 然后我们刚才玩那个过山车非常恐怖啊 很吓人 这搅拌机什么都玩了 因为这两个兄弟呢他们一直想去中国动物园看看 对吧 他想看看咱们中国的动物啊 比如说熊猫还有这些对吧 都没看过 就比如说之前他们确实没看过大海 咱们大家到海边玩一下 在上海尽量把这个行程给他们实现了 我们现在出发去动物园啊 离这里只有13公里 走出发 OK兄弟们 我们现在从那个花乐谷已经转到上海动物园了 刚买的这个雨衣崩坏了 现在体重太大了没干法 走吧 在网上查了啊 据说在这边能看到大熊猫 所以说咱们不用去北京也不用去四川看的 就在上海看大熊猫吧 这个是惊喜 之前我在那个乌干达的时候看过啊 乌干达看那个星星要八百美金 然后在那个罗旺达的话是一千五百美金 在咱们上海动物园钢门票多少钱 四十 四十 四十人民币吗 有 那够划算 哇 大熊猫 这个也是咱们中国的特首 好 哇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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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汉子坊 我们最多辣了 行走 咱们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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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动物啊 在这边能看非洲的动物 我在非洲看过 但是他们没看过 另外的话 像在这边能看到一些 只有在我们中国能看到动物 比如说大熊猫啊 大熊猫是属于国宝 如果说不是 关系特别好的话 一般是不会 借给那个国外的 而且大熊猫的话 它是只能够租借 并且的话是繁殖的话 也是一个要经过我国的那个允许啊 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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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应该是什么 鸭鸭应该英文那个词说 Beautiful duck 哈哈哈哈 说什么看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啊 诶 大熊猫不见了呀 猫猫你在哪儿 这为什么不见大熊猫呢 熊猫去哪儿了 因为下雨了 它应该躲在哪儿了 再说 这边也有一个 国宝熊猫 再一会儿来 这种热感子在这儿 我们的漂亮 哈 哈 哈 只有你在我们中国这边能看 你在外国的话 除非这个国家跟中国关系特别好 不然的话是不允许的 我说我看一眼 熊猫 即使是你在那个欧洲发达国家 也不是说 就能一定能看到的 我看一眼 这个叫星光 这个叫星光 现在我看东北虎 昨天刚从哈尔滨那边过来的 从Tiger 124Tiger 看老虎啦 兄弟们 东北虎 现在也是个喜好玩意儿 多余的 知道这里为什么有那个水池吗 如果没有水池的话 它就爬出来了 它的这个跳跃能力也非常的好 而且它被爬墙爬肚 吃肉啊 是吧 South Tiger 哦 South Tiger OK OK 这里面就是华南虎 咱们国内就是南方的老虎 体型比那个东北虎小一点啊 我跟笑容说 那个是哈尔滨老虎 这个是海南老虎 海南没有老虎 南方和北方那个老虎 它这个体型会有一些差异啊 咱们去下一个地方看 那儿 嗯 嗯 台湾 看起来没有吃的不搭理你 给人家喊灭火了 你们撒 很大 感觉是 很厉害 尝尝鹿 很厉害 这个 OK 很厉害 哇 哈哈哈 哈哈哈 漂亮 校长见到谁都打个招呼 他游得还挺快 哇 哈哈哈 很大 哈哈哈 很大 很大 猫 哈哈哈哈 狗儿了 狗儿了 从尔湾 从游汶 哦 阿西卡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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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 他已经被刮得有点异弱 走吧 哈哈哈 有朋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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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动物园还有这个游乐场参观结束了啊 让我感到意外啊 就是这边看动物的话还很便宜啊 这门票才40块钱对吧 下个视频再见吧 今天带两位校长看那个动物园了啊 圆满完成任务 OK 拜拜 哇 漂亮 哈哈 哈哈 非常漂亮 哈哈 非常非常漂亮 中国人 我给你俩拍个东方明珠的照片啊 来 3 2 1 OK 这几天上海在下雨啊 所以说很多那个高楼都那个云上面了 你就看不见了 一会呢大概7点钟开园了 然后会带他们去那个上海的那个中心大厦上面去看一下 然后我这边呢有几个照片很有意思 我给他们看一下啊 博塞 我的朋友 看看这里 30年前之前 这里没有什么 33年前 什么都没有 感受一下这个上海的发展速度啊 90年你这么看过去的话 什么都没有 梦想照进现实的啊 这发展速度太可怕了 非常完美 非常漂亮 你能处理一下 你能处理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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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一起拍个照啊 一会我们上中心塔那边去看一下 ok 这个这个这个 this building 像一条盘旋的巨龙啊 兄弟们 我们刚才从河对岸来到了这个大厦底下了啊 现在带两个校长上去参观一下啊 见世面了兄弟们 咱们现在进去吧 这个是上海最高的楼啊 也是咱们中国最高的楼 let's go let's go you can not see the end of this tower 哈哈哈哈 但是他看不到这个塔了啊 兄弟们 今天这个天气有点阴啊 直接冲到云上面去了啊 这个地方特别像那个迪拜哈利法塔啊 但是我感觉比哈利法塔的氛围更强一点 兄弟们 我现在就去把这边的楼下了 做电影一下去啊 你们有两票票的吗 哎呀我票了 我们买了 你们没买要在那边买票 哪个是方船一匹 啊 哈哈哈 来来来来 咱们四个人四个人一起 我书书书书书书书 可以看到楼啊,看这里,来,笑一笑,来走,一,来,看 比较独特斯 1985年,芝加哥的保险公司纽约世界大楼 然后从这里一直过来,你们能看到很多都是美国的一些走路大厦 到这边,是2010年的时候,最高的就是迪拜哈利哈塔 它的这个高速大概有828点 咱们中国的这个540亿米 2个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我都去过了 第三个在沙特,老板盖着那个什么皇家饭店 这个地方,大家看上海时间,已经开始了 这几天我们在上海呢,它每天都是下雨的,所以说即使今天不上去的话 后面上去的话,也是看不到那个电梯 与其在下面的沙特直接上去啊,这就难了 现在上去是吧 这个是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啊 这个电梯,兄弟们,只有两层啊 一个是118,一个是119,直接干上云霄,兄弟们 各位来宾,欢迎光临上海之边 现在感觉耳朵有点肿啊 耳朵有点压力,兄弟们 这个速度太快了 瞬间升了那个300多米了,兄弟们 这个速度很夸张的 天呐 118层到了 好快啊 到了啊 哇,这上人 上的速度太快了,耳朵有点胀 是不是 咱们现在到那个119层看一下 119层看一下 上来之后大家看,这外面全都是云 今天的话就是外面能见度为宜 所以说大家也看 看不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如果平时天气好的话 可以看到整个好平的夜景啊 但是今天 就是这边的话 它是下雨天 然后这几天都是 我们在上海这三天呢 不管哪一天来的哈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效果 你们看一下 能见度为0 所以只能看看那个手机照片了 这个 这就是把你的那个 心愿写上 然后挂上上面 云端之树 这个就是能看到那个大厦的那个头啊 你们看啊 大厦的头 那个是 那个是什么 黄浦江那个什么 饭店的头啊 就这个头 能看到一丁点啊 因为这个地方 语音比较少 你再往下 你就啥也看不着了 兄弟们 啥也看不着 哎呀呀 上面这个WiFi信号 还可以啊 咱们现在去把那个照片里呢 也没白来 嘿嘿嘿 在上面看不见 咱们只能从底下看上面 哈哈哈哈 刚才上去一千多 费了一千多块钱 现在从底下看上面 一分钱不要 哈哈 Husai Let's go We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OK OK 来哦 拍个照拍个照啊 OK OK 1 2 3 Action Action 我们现在去那个街上逛一下啊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 到这儿结束了啊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兄弟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兄弟们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去那个街上逛一下啊 这位阿富汗过来的朋友啊 体验一下咱们陆地上最快的交通工具啊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上海磁悬浮列车 Let's go 兄弟们坐高铁之前啊 带那个校长来科技馆参观一下 看一下我们人类啊 就是这个从马啊 然后到这个汽车 再到这个火车高速列车的一个发展史 这个是200年前 这是我们近代的 60年的时候呢 就有这种高速列车啊 兄弟们这个是磁悬浮列车啊 也是我们今天要去体验的 它这个中间是没有轮胎的 这个是吉尼斯认证技术啊 兄弟们 当今世界上最快的路上交通工具 431公里啊 每小时 兄弟们 431的时速啊 咱们今天去体验一下 好 OK 你看一下它这个铁铁 有那个磁铁 这个地方没有人开的 咱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我带他们去体验 慈悬浮列车 现在咱们在这边够票啊 咱们是五个人 两个校长加我 加翻译加几个啊 一共是四百块 每天出门都是一笔 巨大的开支 五个 好了搞定 来咱们把那个卡放到这里一下 来刷一下就过去了 这卡里面可能有芯片了吗 我也不回答 哈哈 它这个只有两个站 就是从这个龙阳这边 直接去那个浦东机场 就一场站 没有中间不停的啊 慈悬浮这个站还是挺漂亮的 它每天就只有这两个站 这个座位就是普通的那个座位啊 跟那个高铁差不多 这个座位跟你们上次坐的那个高铁啊 那个商务场不一样 这个我们国内做那个普通的那个列车高铁 都是这个座位 一会儿我们可以看那个上面 就是它的那个速度到底有多快 咱们可以看一下 待会儿你就感受一下这个速度 跟坐飞机一样 还在看那个速度 嘿嘿嘿 准备出发了啊 现在刚起步 30公里每小时 这个10秒钟就差不多干到了70 那算了又开拍了啊 时速290了 这个速度很快 兄弟们 坐在这个上面就感觉跟彩棉花一样 原来的话它会开到那个400多 开支是一方面吧 所以说 目前的话就是300公里每小时啊 原来的话都是430 还能拐弯 你看这个车拐弯了 不在 嘘 是 很快 是 很快 这个做的有点很刺激 因为它这个带拐弯的 有点像在坐过山车似的 哈哈哈 我们要去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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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再继续是什么 五个人花400块钱 坐20分钟高铁 再坐回去啊 对 10分钟就坐了 咱们现在反程回去了啊 大家看 这边是普通的座位 然后走到这个车厢最前面 还有一个VIP座位 咱们继续参观一下 这个小华 完全不一样 看这坐着 这太舒服了 VIP 我们买的这个票 不是VIP 只能看 一会儿我拿我的手机 就是放在窗户外面 给你们感受一下 就是两个 磁悬浮列车 就是交汇 那一瞬间 到底有多快啊 VIP票了180 应该 会贵一点 但是这个VIP 它没有那个水果 没有奶茶 我一定会贵一点 我说这个车真的是过山车一样 你们看一下 前面是一个往右边鞋的 之前往左边鞋 现在这个往右边鞋 很努力的 很刺激 很刺激 我说这个车真的是过山车一样 你们看一下前面是一个往右边鞋的 之前往左边鞋 现在这个往右边鞋 很努力的 很刺激 我也吓到了 学生们 那个车太快了 他直接过来的时候一秒钟都不要 他碰一下 跟个空气泡一样 咱们在这个磁悬湖高速列车这里拍个照 留念一下 来321 上海 刚牛饼 哈哈哈哈 他们还想一个一个拍一下 一个多拍两下 咱们得走了 那边乘务员吹我们走了 咱不能带下去了 我跟你们打鼓兄弟们 等他们回到他们自己国家 他跟那边学生说 他说中国的火车没有轮胎 而且跑到世界上最快的 哈哈 兄弟们本月的23号 我会在杭州搞一天的年货专场 如果大家到时候有时间的话 欢迎来捧场一下 另外的话 杭州卖货结束了之后呢 我会带他们去那个山西玩一趟 感谢一下就是给他们办签证的那个粉丝 最后的话就是从那个北京直接飞回国了 23号那天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欢迎兄弟们来捧个场 兄弟们今天到江苏扬州了 咱们来扬州第一件事之前跟大家透露过 我要在这边搞一台房车 带校长然后在咱们中国这边 好好地玩一下啊 哎 王总你好 你好 对对对对 这个非常休闲 我是你重视的粉丝 哈哈哈哈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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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 刚才在外面看了 有非常多那种特别大的 还有那种这造型非常漂亮的房车 你心目当中想要的房车是什么 心目中想要的 我觉得哪个都行啊 哈哈哈 要不要去现场看一下 可以可以 王总年纪多大啊 这么拉荒 这个 我一般 我一般 忘我年龄的人 都会让他拆 哈哈哈 根据我现在的这个形象 让你拆 我四个左右啊 差不多 你这个肯定是 不是发自内心的拆我 哈哈哈 你发自内心的拆一下 没有 你这个装扮太牙皮了 哈哈哈 哇 兄弟们就是这个车 这个车 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 校长和副校长就一直琢磨啊 因为现在还没有打开这个车啊 刚到那个这边工厂门口 咱们问一下就是 你们觉得这个车是用来干啥的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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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就是这个车呢 是我们平时就是中国这边啊 啊比较有钱的老百姓啊 对吧 有些家里条件比较好的 他们选择旅游呢 会 购买这种房车 这主要是用来生活的 女居 哇 哈哈哈 哈哈哈 咱们现在去上面看一下 里面什么都有 来 这个是电动踏步啊 他这里有那个厨房 灶台洗手池 这个地方还有那个冰箱啊 哇 快 装的那个偷屁啥都有 哈哈哈 你看这里面 fantastic 哈哈哈 fantastic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这个是啥 这还有洗衣机 这个吧 ok wash close ok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啊 睡觉的时候可以睡 可以变成两个张床吧 下面应该也是一个啊 对 他那个地方是可以就是通道前面 是一个通道对吧 呃 呃 哈哈 哈哈 然后然后 非常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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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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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什么看啊 这个床还有这个上下升降的啊 特别方便 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们很多人应该是够了 这个车进市区方便不 这个车 啊 啊 金市区 确实不太方便 哈哈哈 他适合 越野 到进藏那种啊 哎 你不来啊 我们这次主要还是以那个城市为主 就是黄总还有没有其他一点小一点的这种车型呢 这一款车呢是重卡车型相对比较大一点 但是我们标准的一辟克的系列的车型会小很多 哦那我们去那边看一下看一下你的这个小车型 走 啊哈哈 这边是我们的展厅 这个里面总有一款适合你 欢迎小哥 你的那个笑容 说就是让他们就是看一下 喜欢哪个车 咱们上去直接看谈它 刚才那个车嫌大了 这个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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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里面可以上 这个车而且 哇 非常的有高兴 哈哈哈哈 我们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来来来一起一起上去 啊哈哈哈 这是不是那个航空座椅啊 对 哎呀这最舒服 来来坐下 very soft 座位啊特别的有科技感 它是一个按摩椅 然后还是一个航空座椅啊 它可以深可以降可以按摩 加热非常爽 这个这个 very good very comfortable healy fantastic healy fantastic 哈哈哈 这个是后置床啊 咱们这个后面还有一张床 哎这有那个冰箱 只有一张床我们就怎么睡啊 你头顶上就是一张床 哦 这也是一张床 天呐 这个这个身上床藏得比较深啊 天呐 啊哈哈哈 哈哈哈哈 too bad my friend ok 这个这个可以睡四个人左右 这个车最多它能坐几个人 这个车 现在是四座四卧 就是刚才两张床四个人睡觉 四座位呢也是四个 这个车呢只能坐四个人 然后我们现在呢 呃加上这个机格加上这个翻译 一共是五个人啊 我们只能去找另一台车 let's go 哈哈哈 咱们看看有没有六座的车 咱们如果有一台那个六座的车 是不是那个还带拓展的 对 你看五到六个人的话 你必须要带拓展 带拓展 大的开不了 小的不够用 对 只能选择一个 同样的带拓展 但是它的空间可以 可以 do you like this ok very good 小的们看 这有一个洗衣机啊 咱们进去咱们进去 上来这里呢是一个洗手池 哇 这个这个爽 这个舒服 它这个设计比较人性化啊 咱们进来后客厅很大 啊 啊 啊 漂亮 你看这个地方 来 你看这个地方 拉下来 哎 喝茶 然后再把它拉出来 还是一张床啊 兄弟们 咱把它拉出来 往上抬 往上抬是吧 你也上去睡一下 看点睡两个前点 够了 这个地方还有那个自带的床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两个人也睡一下 不再也睡一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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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 哈哈哈哈 所以你坐在这个地方 你还能看那个TV啊 非常的方便 行车的时候 这个四个座位呢 就是我们行车的时候可以坐的 嗯 侧面的那个座位呢 是 休息 停下来的时候可以坐 现在它内部的空间就很大 我们能多嘛 嗯 就要保证行车的时候可以坐 同时呢 那我们停车的时候活动空间也要做够大 所以这款车才是真正符合你们的车型 和我们这种大大团队出行啊 哈哈哈哈 这个桌子还可以 哦 哈哈哈哈 哎 我的朋友 AC OK 这上面还有一张大床 嗯 哦上面还有一张床 这上面还有一张床 哇那这个这个能睡的人可不少了啊 能睡六个人兄弟们 然后咱们问一下校长就是刚才看了这么多车 最喜欢哪一台 黑头就 哈 哈哈 嘻哈 黑头就 还是喜欢这个 还是喜欢这个 其实呢本来我是准备把那台大车变的 这个大车才符合你们的气质和这个能数 但是没办法你就得开到城市里面 都要有有点不太方便 但是那个小车呢其实也非常好 但是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四座 你有五个人刚好玩不了 这台车呢 才是真正符合你们这个团队的 非常感谢黄总 那照亮咱们今天晚上请你吃个饭行不行 我来 所以刚才我们校长十分看重这台车 然后刚才也跟那个黄总说了 就是愿意就是拿这台车 然后支持一下我的这个旅行 不过我有一点问题 就是黄总 就是我们看完这个车 到时候搁完回来 那个你怎么卖 就是上那个临盘 你刚好帮我把这台车 去客户去体验一下 你一定要记得帮我分享 体验的感受 我们黄车本身就会有很多的 体验车私驾车 就把它当成私驾车 那太好了 我们接下来这么多天 就可以开这个车 去全国各地到处玩了 非常好 你要好好谢谢一下黄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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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ì 不如你